那麼當這個中國的小三 來到台灣的時候 其實不能講中國小三 就是小三 結婚 但還是小三 你確實是介入的 沒有錯啊 你很篤定 那不然呢 不然怎麼可能會 才離婚三個月 他就生小孩 就是已經先有了 真的 真的 那他來到台灣 或者是你們去中國的時候 有一起吃飯嗎 有 是有的 就是譬如說他來台灣 那爸爸那時候帶出來 就有跟我們一起吃飯 爸爸帶他來台灣 對 帶他來台灣介紹 那姐姐是一個 比較喜情愚色的人 他覺得不開心就不開心 所以他從頭到尾 都是對這個小三 是沒有好臉色的 但因為我那時候就想說 反正就已經這樣子了 那個可能理 我就不知道 我那時候不知道 他是介入的 在還沒有看到那個酷紅 酷紅一步之前 那時候就是念大學的時候 對 然後那時候想說 好吧 那爸爸開心 就是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我是對他是 態度是好的 我還會夾菜給他 因為就 對啊 因為就想 對啊 對 我那時候就覺得 就是沒什麼問題 但也會覺得不舒服 想說好奇怪 但是也就想說 算了 爸爸是開心的 就OK 對 然後姐姐都是態度非常差 所以像那個時候 後來爸爸 因為他就是在北京那邊過世了 那後世 當然就是一定要飛去那邊辦 這樣子 對不起 那你叫他什麼 我就叫他阿姨 我是叫他 對 我是叫他阿姨 那姐姐呢 也是叫他阿姨 但基本上也不叫他啦 就當作沒看到 他就是態度比較差一點這樣 媽媽有看到他嗎 當然沒有啊 怎麼可能讓媽媽看到 不要 但媽媽應該是 知道這個人 因為如果當初是那個女生 以腹中的小孩來要挾的話 我媽應該理當時 知道他是誰這樣子 有看到你弟弟嗎 那不是我弟 那是外面的殺手 一直弄 不是嘛 這是現實上會碰到的嗎 對啊 對啊 他就是外面來的野小孩 對 反正那時候後來就是 我們就肥沈那邊辦後事 那就是會辦那個告別式嗎 那因為姐姐平常對那個小三 就沒什麼好態度 所以那小三從頭 到底就不打算讓他上台講話 因為通常家屬都會上去講話 但他就有說那你可以上來 因為他覺得我對他是好的 所以原本一開始 我也是想說 雖然不開心 覺得他謀殺 可是因為都已經是 最後一次後事了 我還是就我好好的 就上台講吧 我也確實其實是有認真準備說 我要講什麼講什麼 可是我真正到上台那一刻 不行 我一看到他的臉 我火到一個不行 所以我什麼稿子 全部都忘光光了 我就是直接站上台 我就直接講說 我就講說 我說我們我爸爸是一個很好的人 然後我們以前家裡非常的開心 就是過得很和樂 直到有一天出現了一個野女人 他那個介入我們家中 造成我爸媽離婚 就是他 我就直接直接這樣 對 我就直接我真的好生氣 就是你出一口氣了 對啊 最佳勇氣獎 對啊 然後一講他全部人嚇到 然後那女生就要衝上來 想要揍我 然後我也是沒有在管 他想揍你 他就想要衝上來 然後他就被拉住 然後我當然也被拉住 沒有想要做孩子 可是他們大概覺得 我們會打一架這樣子 對 但是反正就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就真的 徹徹底底的鬧翻了 徹徹底底的鬧翻之後 老實說 我覺得這個小三 也是做足了所有準備 第一個 你怎麼會在告別的時候 的時候就帶了一個律師 他那時候已經帶了 帶了一個律師在身邊 然後有備而來 對 然後就來跟我們 然後就來跟我們談說 那個骨灰就是要放在北京 可是其實那時候的狀況是 只有就是我們臺灣的家族 只有我跟姐姐飛過去 因為爸爸那邊很清晰 年紀都比較大 而且也不可能全部飛過去 本來一開始是說好 那這個骨灰在那邊 辦完一場之後回臺灣 臺灣的家屬 當然也要辦一場這樣子 但那時候小三卻說 那你們拿錢來買吧 就是他要我們拿錢 買自己爸爸的骨灰回去 怎麼可能